開始錄 來 今天我們目標齁 把這個鬧鐘做出來齁 那要把這個鬧鐘做出來之前咧 我們需要先學一下其他的一些小功能這樣子 我會先把一些小工具的功能 跟你們說 然後接著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些小工具 來做這個鬧鐘 把這個鬧鐘做出來這樣子 那首先咧 我們先教第一個小工具 叫做Pool 這咧 Pool 如果你點下去的話 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齁 空的 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這個是什麼東西齁 就是 如果你們有用Eletraitor的話齁 Eletraitor有一個路徑管理工具齁 開一下Eletraitor 啊 啊 我等了 嗯 應該是 這個路徑管理工具齁 你們應該有用過吧 就是 對對對 基本的 就派欸 他就是用來 可能我這個我要合併或是我要 A-B或是A跟B的交接處 像如果選這個 點他的話他就合併起來合併成一個 如果這兩個選起來他就A-B A就被B減掉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他們 他們兩個的交叉處 就只剩下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他們兩個交叉處的外面 以外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路徑管理工具 在AI裡面 Illustrator裡面是這樣 那這個布爾 這個布爾 他就是路徑管理工具的這個概念 會有兩個模型放在裡面 然後兩個模型可能是相加 可能是相減 或是兩個交疊的 交疊處這樣子 的不同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 我隨便創個方塊跟 圓形好了 方塊跟圓形 然後我把他們兩個 放到布爾裡面 層級關係啊 放到布爾裡面 放進去之後你會發現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但是 方塊不見了 那是因為 這個布爾工具 他下來的紙層級的第一個 紙層級下來的第一個 他是第二個 他是第一個 第一個會保留 然後第二個是用來切的 用來挖的 所以 如果我現在把他們兩個相交 你就會看到 哦 這個 Cube 經過的地方跟他交疊的地方就會被切掉 就會被切掉 這個是布爾 基本的概念 那 如果我們點布爾 進來的話 點他 點他進來 然後我們的面板會切到布爾的內建設置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 boolean 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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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這個 呃 布爾的 方式 不同的方式 那他預設是A subtract B subtract就是減啦 加減乘除的減 這樣子 所以他預設就是 A會把B減掉 應該說下面的會把上面的減掉 這個意思 那同理哦 如果我把他們兩個 調換 調換 順序 我把Cube拖上去 那就會變成是圓形的 把方塊剪掉 這樣子 這個是基本概念 這個布爾的基本概念 然後 如果說 我選這個布爾 我把這個boolean type 點開 我會看到有四種 不同的type 他預設是這個 subtract A subtract B 然後他有一個union union就是 點他的話你會發現 他們兩個 就合併了 就合併了 如果沒有的話是這樣 啊有的話是這樣 合併了 我把這個線開始 沒有的話是這樣 他們兩個其實模型還是交叉 但是我合併之後 他交叉的地方 就不會再有線了 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外面這個形狀 這樣子 那你們如果要選 選布爾 物件裡面的東西的話 你在這裡選是 選不到的 在這裡選是選不到的 你要 你要點兩下 才能 才能點到 啊不然 快一點的方法就直接選這裡 那你就可以 快速的 選取 這樣子 不然你點一下的話 他是選布爾 點一下 選布爾 點兩下進去才是選到裡面的物件 基本概念這樣 好 那這是unima 然後還有一個 In Intersect Intersect 這個就是他們兩個交叠的地方 他們兩個交叠的地方 會有 其他都沒有 就是這個 兩個交叠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形狀兩個 交叠的地方是黑色的我要 其他白色的我都不要 這樣子 然後 第三個是 Without Without的意思是說 我用 我用這個球 下面的去剪掉上面的 但是他們 兩個的交接處 是空的 沒有面的 你看我現在可以看進去嘛 就是這個地方是空的 他沒有補面出來 好 預設的這個 是有補一個面出來 然後這個是沒有 差別在這裡 那我們 平常用最多的就是 A-B 或者是這個 Uni 這樣子 然後 如果說 我 我現在先用A-B 我現在撿了一個缺口在這裡 然後我 我還想要再撿一個 我還想要撿一個 那 依照他的現在的邏輯 是不是把他丟進去 然後把他拖過來 他應該會撿 但是沒有 不能這樣做 是為什麼 是因為 布爾工具 他只認 離 他下面的 第一個 跟第2個 第1個跟第2個 第3個他就不認了 第3個就不認了 第2個以下 345678 你放再多他都只 會換算這兩個 第1個跟第2個的相加或相減 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想要 這裡挖一個洞 我這裡還想挖一個洞 我要怎麼做 就是 我們讓這兩個球 這兩個我要挖洞的球 我讓他 合併起來 那合併起來 我們也是用布爾 也是用布爾 還記得我上次說那個布爾 如果我們要創一個物體的話 Ctrl按住的話 這個物體會 出現在 這個模型的位置 所以我現在Ctrl按住 讓 布爾出現在這個模型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把這兩個球 丟進來這個布爾裡面 丟進來之後 然後 我們看一下 丟進來之後 他現在預設是A-B 那我不要用A-B 我用A加B A加B就是兩個都有 然後 再給布爾裡面 兩個都有 那這樣子就是 我布爾下面的第一個 跟第二個 我就有兩個東西 我就沒有第三個東西 但是我這個東西裡面 我是包含了兩個 這樣子 所以我再把這個GoGo打開 那就兩個 兩個都有撿到 這樣子 我還是一樣可以進來這邊 去移動 移動這個 細節的東西 那同理齁 如果我今天又多了一個 如果今天又多了一個 我可以在這個布爾這個裡面 去增加 他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Uni可以全部 算進去 就是不管幾個 Uni可以算進去 但是A-B的話 就只認兩個 這樣子 所以我裡面這裡 這個是Uni 然後這一個 是相減 這樣子 A-B 所以你們看出那個差別 這個是Uni 所以我把全部的都併在一起 然後用來 減掉這個方塊 減掉這個方塊 把他們兩個放在這個布爾裡面 所以 首先要了解 布爾怎麼用 就是布爾 下面的兩個東西 相減 然後如果你要相加的話 就是 呃 你 不管幾個他都可以相加 這樣子 Uni 在Object這裡 Object 如果你選到他 他沒有在這個視窗 可能在basic 或是crude 選到Object 然後 可以在這邊 選 他的模式 這樣子 這個是布爾工具 你們先 試一下 Symmetry工具啊 重講重講重講 Symmetry工具 然後 我先放一個 忍進去 放到這個 裡面來 然後我把它 往左移 你會看到 他中間 就分開了 然後他是一個 近色的 近色的 然後 他預設是 Zy 軸 Zy 軸的話 就是 就是你就想像 他們兩個中間 一塊鏡子 這塊鏡子 反射了他的 對面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 他另外還有 Sy 軸 Sy 軸 我就要把它往前拉一點 注意 要選裡面 你如果選 Symmetry 的話 你怎麼拉都不會變 選裡面喔 好來 Xy 軸的話 鏡子就是在 在哪裡 在這裡 在他們兩個中間 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是 Xz 軸 Xz 軸 鏡子就是在他們的 腳下面 就在腳下面 這樣子 這個就是 他的那個 對稱工具 這樣子 這個對稱工具 很好用 之後我們建模也會常常用到他 那我們今天先講他的一個 最基本用法 然後 如果 我裡面 可能我現在另外在 圓錐形 他會丟進來 丟進來有沒有發現 诶 一樣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因為 Symmetry 他只認他下面的第一個物件 第一個之後的他都不認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 控 丟到 第一層 對 所以 靜射的就是這個 空 那如果我有一堆東西想要靜射 我不是想要只靜射一個東西的話 怎麼做 很簡單 我們只要 在裡面 增加一個空物件 空物件啊 空物件啊 空物件先放進來 然後把空物件放在他們兩個的 中間的位置 然後我再把 這些東西 這兩個 丟進去空物件 這樣子就 兩個都有 所以我只要在空物件裡面的東西 我不管複製子的 不管複製子的 他都會一起靜射 因為他 他就是在Symmetry的下面這一層 裡面的東西 他都算 這樣子 大概原理就是這樣 所以 XZ軸 ZY軸 鏡色 我是 XY軸鏡色 然後 這樣子 三個走 他新版的鏡色有變更厲害了 有變更厲害了 那如果說 我現在想要 ZY軸鏡色 現在是 ZY軸鏡色 ZY ZY軸 XY軸 XY軸鏡色 之外 我還想要 ZY軸鏡色 的話 怎麼辦 很簡單 一樣 我再穿一個Symmetry 然後把本來的這一個Symmetry 裡面有東西的就是有加號啊 啊這個就是裡面沒東西所以還空空的 我把這一個丟進去 這樣子他就是 左右也有 前後也有 那我還可以 同理 我可以再來一個 再丟進去 然後這一個我設成 XZ軸 這樣他就是 前後左右上下 全部都 近色了一次 這樣子 近色可以這樣玩 當然我可以再一層 然後把它拖過來一點 這個就是他的近色中心點 近色中心點 然後我再把它丟進來 這樣子 這樣一大組 又一起近色 然後你旋轉 都是一樣近色 這個迷幻的感覺 像這個你就可以玩什麼 萬花童 的效果 就可以用這種 來玩 這樣子 你會說這是什麼節目 裡面 你也可以讓裡面的 自轉 然後外面的也轉 這樣子 就轉來轉去 轉到你都不知道 現在轉到哪裡去了 好 這個是近色 試試看 來 我們說第3個功能 今天會用到的 來 我們用這個 這個叫 Clone Clone Clone中文叫什麼 叫克隆 你們應該有聽過克隆吧 克隆就是那個 克隆體的那個克隆 不是很多電影都會說 這個 這個角色是誰誰誰 的克隆體 就是複製 這個要怎麼 這個要怎麼樣 一樣 創一個物件然後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他就自己幫你 自己幫你 複製了這麼多個 然後你注意 我點這個Clone的時候 Clone的時候 他會出現這個白色 黃色的小點 黃色的小點 啊這個你可以去拉拉看 黃色的小點 你可以去拉拉看 增加角度 黃色的小點 黃色的小點 然後 這玉色是這樣子 這玉色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那他可能有 好 預設是這個 free array free array就是它的 呃 隔線排列 那 我們剛剛 之後 它這個是xy 的意思 就是y 就是 y 我們的外軸是1 所以它只有1層 如果 它就2層 就2層 然後以及3層 它進去就這個啊 然後 跟這個 這個都可以調 歪走進去可以調啊 你如果 有這個 你看 這上面 跟size 這個就是上下對應的 然後Z軸一樣 Z軸現在是4 所以1 2 3 4個 然後變成3 2 1 這樣子 它這個是array 所以你這個齁 如果 有時候你要 你要做什麼 呃 排隊的 角色 可能我把這個 冷放進去 排隊排好 你就用這個clone 我只要一個角色 其他 剩下它就幫你排好 這樣子 然後這個clone呢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如果 再把另外一個物件丟進來 它會把這兩個物件穿插 穿插齁 就是一個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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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形 一個人 左邊形 這樣子 它會順序的 排列這樣子 那如果我再插一個進來 這個椎形 它們就又 又 那個 又照順序排列這樣 人 左邊形 左邊形 對形 人 左邊形 對形 人 左邊形 對形 它會是這樣的排列 如果它在裡面的話 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 我現在這個模式 我換成其他模式 像Liner Liner就是一條線 一條線 那它預測的話 你會看到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這條線是往上的 Y軸 Y軸往上的 如果我把Y軸拉高 那你就會看到他們的 間距 就有變高 那我這也是X軸 X軸就往這個方向 那我Y軸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 橫著排 那一樣齁 Z軸 Z軸就是這個軸 它的排列就會是這個方向 它的排列就是這個方向 但是它就是一條線 然後這邊可以 設置它的數量 一路下去這樣 也可以用拖拉的 然後它還有偏 偏移 偏移 就是我一次只看到11個 然後我偏移 這跟AE裡面那個Stream有點像 好這個是Liner 然後 再來我們今天會用到這個 Radio 它的 檢視圖就是一個圓形 所以我們點開來 之後 我先留下這個 然後這裡有小點有沒有 拉開 拉開 它就是繞著繞一圈排 這樣子繞一圈排 一樣這裡 可以選擇數量 所以你如果要做那個珍珠項鍊 你就做一顆 然後它就自己幫你 轉一圈了 數量調好就好 然後它這裡 然後重點這裡有一個 那它一樣齁 你看又看到熟悉的東西 XZ XY 然後ZY 這個一樣齁 就是它的 這個繞著這個圓的朝向 預設是XZ 那如果變成ZY的話 它就是變成這個朝向 ZY Z跟Y 的這個平面 然後XY 就是X X跟Y 的這個平面 就朝這個方向 那大概是這樣 那你不用計 你就是 反正你就是 調到一個 對了 這個就是我要的 然後就停了 因為它就是這三種 給你選而已 然後它另外有一個 Align Align的意思 它預設是勾起來 如果我們不勾的話 發生什麼事情 不勾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球 就沒有轉 勾的話 它會跟著轉 不勾的話 就沒有轉 這樣子 有看到差別 那等一下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會 用到這個 Align的功能 好這個快速的 練習一下 Clone還有很多功能 我們今天先講這個 後面 有上到的話 再進階講Clone的 功能 Clone算是 C4D裡面的一個靈魂 就是如果你 會用Clone的話 可以幫你做很多 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這個給你們五分鐘就好 好 我們剛剛學了 這個 布爾 布爾 對稱 還有克龍 我們等一下就要利用這 這三個小工具 然後來做我們的 鬧鐘 應用到我們鬧鐘裡面 這樣子 來 好首先我們要做鬧鐘 第一個我們先做 這個鬧鐘的 殼 這個 這個殼 這個殼 我們先創一個圓度 然後把這個圓度的朝向朝前後 這樣子 然後稍微大一點 稍微大一點 然後我這個 中間這個接速 不用 就讓它不要有這麼多接速 然後我要讓它圓一點 它預設是16 16邊 16邊 所以它看起來有點硬 我們讓它多一點 然後注意 這個不要超過60 你最多就超過60 就好了 再上去都有點太多 除非你要 我靠 我鏡頭要特別近看 特別近看那我就還要再高 這樣 不然它一般圓圓看 60就對了 好 那我們 我們需要有一個 這個凹槽 這個凹進去 那我們的凹槽 我們就用克隆 用那個布我來做 我們先 再複製一個出來 然後把這個的寬度 讓它們交疊的地方 大概這樣子交疊 就這樣凹進去一個洞 凹進去一個洞 然後我這個洞就要用布爾 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布爾了 然後 用的時候注意哈 你先確定布爾是在它的正中間 是在它的正中間 因為我剛剛創的話都是在原地創 所以它原地創都在00 那我們看布爾在00 然後這一個 也在00 SYZ在00 布爾也在00 那它們兩個就是剛好的教育 這樣子 盡量是這樣子 然後我把這個 這個 然後再把我要挖的這個 好 這樣子我們就 這個凹槽我們就挖出來了 恭喜已經完成了 百分之二十的始終了 好 這個凹槽挖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做 指針 指針 好 注意我們的指針 是要 我們的指針 是要可以 是要可以這樣轉的 是要可以這樣轉的哈 中心點在這裡哈 中心點在這裡 要可以這樣轉的 指針分針都一樣齁 都是這樣轉的 不是 不是這樣轉齁 不是這樣轉齁 所以指針怎麼 怎麼讓它這樣轉 就是 我創一個空物件 然後把指針放進去 但是我的空物件的軸心在中間 Cube的這個 這個本來的指針的軸心在這裡 然後 我創一個空物件的軸心在這裡 然後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我轉的時候 指針就會這樣轉 好來 創一個Cube 那小一個 大概這樣 對正面 大概這樣 然後我可以讓我的指針 有那個圓骨 所以我再Cube 然後這邊 Village 勾起來打開 然後去抓 調這個 那可以有一點圓骨的感覺齁 然後接著 我要一個空物件 我要一個空物件 中心點的空物件 齁 在中心點的空物件 先把這個拉上去齁 我先把這個 時鐘拉到 地平線 地平線 中心點的空物件 來 如果我們現在直接創空物件的話 它的 點在這裡齁 那 我們 我們應該要找一個 找一個物件齁 它的中心點 剛好是在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然後用它 用它來生成一個空物件 你記得我上次說嗎 生成物件的時候 按住Ctrl 不放 它就會生成在那個物件的座標位置 這樣子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先選這個 筒狀 然後 我到這裡 生成空物件 Ctrl 按住喔 放開 然後 我會出這個問題齁 那個不用關心 把它拉出鋪了就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空物件的位置 跟這個 筒狀的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齁 我們看這個位置 這裡不准 反正它是一模一樣的 有對到 那這個時候 我只要把它拉出來一點 把這個空物件拉出來一點 把這個空物件拉出來一點 然後 跟這個 指針有對到 好 差不多有對到了 對到之後 我就可以把Ctrl 放進這個空物件 好 放進來了 接著我只要旋轉空物件 那就會是在軸心 那 依此類推 我們不用再做一次了 這一組做完之後 我們就複製 擋住按住拖一 複製 錄製完之後 我們再轉 第二個指針出來了 然後這個指針要比較短 所以我們進來裡面 選這個Cube 選這個Cube 讓它多短一點 多短一點 然後再把它 放回來一點 這樣子 然後再回到空物件這一層 選空物件 把它 往前放一點點 這樣子我們長針短針 就做出來了 而且我們的長針短針 可以正常的 以 時鐘 的面 為中心點 為軸心 去旋轉 這樣子 先做到這裡 好來 我們現在做這個時間 1 2 3 4 5 6 7 8 90到12 這個我們就要用到clone 好 那我們來現在看一下這邊 它長什麼樣子 我點進去 這裡有clone 在這裡 我展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就是12個數字 這樣子 好 這個字 那它單格的話是長這樣 齁 單格的話 長這樣 就數字 齁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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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好 那這個數字要怎麼做齁 來 clone 這裡 下面展開 有一個 multics multics 創出來之後 齁 它就是一個文字 齁 然後這個文字咧 我們點它 一樣 找到它的object object就是它的 參數設置齁 進來參數設置 那這裡 只要我們 打什麼 字 它的 字就會變成什麼 在這個欄位裡面 tics的欄位裡面 你可以打很多字 在這裡 都可以 然後這裡有一個 font font就是字型 你電腦有什麼字型 它就 它有什麼字型 出來 齁 各式各樣的字型 為什麼說幾個看起來差不多 好啦 隨便啦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 隨便找一個你喜歡看得順的字型 就好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它的粗跟細 regular 或是血啊 這一些 都有 然後這個align align align是它的其左 其中 或其右 這樣子 它預設是其左 那如果其中的話 就是其中 因為它中心點在這裡 我們看它的座標中心點在這裡 所以它現在其中 然後其右 就是 中心點移左 這樣子 其右 那我們要如果要做那個 鬧鐘的字的話 我們要其中 對其中 然後我們的字可以小一點 我們可以到正式圖這邊 對位一下 看一下 如果我的字這麼大的話 好像有點大 我再小一點 height height可以小一點 小大小 好 然後接著我們可以調它的厚度 厚度是這個 dips dips就是深度 厚度 這個一點點就好 2就好了 ok 這樣子 你會這樣調就好了 就是我們大概就調這幾個參數 再來 倒板 我們是正板 其實我們用一種 3 靠夾婆的方式 2 然後咧 我 我有這個字 之後 我就是要開始 把它設置成1 然後我再複製一個 拖拉 我們要複製12個 依此類堆 1到12 這樣子 1到12 位置都不用管 位置 4 反正你就讓它重點 沒關係 你就是這樣拖拉 它現在重點都不用管 你就不要移它 不用移 因為你等一下移也是白移 3 然後4 這樣子 一直在推哈 然後 做完之後 你們先做到這裡就好了 就是 這個哈 Clone Clone的 這個 展開 裡面有一個Motex 這個 然後你就 創一個文字 調它的大小 然後字中 然後大概看一下它的數字大小 如果排一圈的話 這個大小 守不合適 然後看你要什麼字型 這樣子 先到這樣就好 1到12 你們如果剛剛前面的還沒完成的話 就先讓它過去了 先來練習這個 因為前面那些 你只要基本操作熟練的話 其實做起來都很快 因為剛開始 從2D跳3D 一定會經歷這種 殘障的階段 這個是正常的 我剛開始也是殘障 殘障中的殘障 後來也是就是 因為我想做東西 我就想 一直想試著摸透它 你只要想做 想要用這個軟體做東西 你就 你就一定會 學會它 相信我 你只要想做 如果你 你不是因為 老師 因為我就是想這個殘障 我就集合2 欸 喂 你想要用這個軟體做一些什麼的時候 相信我 你一定做得出來 你再學都很快 這樣子 4 5 6 7 8 9 10 好 數字弄出來之後 我們需要用到我們剛剛講的clone 來讓它繞一圈排列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創一個clone 那創之前 注意哈 一樣 clone的中心點 要對在 這個 這個 時鐘的中心點 所以我們在創的時候 我選這個body 然後 按住control 我去創個clone 好 那這樣子這個clone 它的中心點 就在這裡 就不會偏掉 然後接著我把它拉出來一點點 先拉出來一點點 等一下可能還會再拉回去 好 接著 我把這些數字 全選 shift全選 丟到clone 好 丟進去之後 它一開始這樣排 那我們是要轉圈排 轉圈排的話 一樣 點到clone mode 轉圈 看icon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轉圈 好轉圈 好 它一開始這樣轉 好像在那個 營火網會一樣 繞著這個指針轉 我不是要這樣轉 我要是這個走 所以來 plan這邊 找一個 看看哪一個 對 這個就對了 我是要這樣轉 我要貼著這個面轉 那這樣是對了 然後接著它現在數字會轉嗎 它數字會轉嗎 我不要它數字轉 耳耐勾掉 這樣數字就不會轉 然後它現在半徑不夠大 它要到這裡 我們 點這個 你知道看它黃色小點點 你就給它拖 你就給它拖看看 它應該就會發生一些 好事 這樣子 所以你就把它拖擺 然後現在它只有12345 只有5個 你看這裡 是不是12345 5個 對 所以我們要幾個 對 12 這樣子就12345 就是12 接著 有個問題了 這個應該是12 12 12345 這樣下去 所以 怎麼讓12到這裡 然後順序下去 很簡單 我們 最後一個是12 把它拖到第一個 這樣就12345 6 7 8 11 然後接著咧 因為它的 它是靠下 這個文字是靠著底線走 這樣子 所以它的 它會比較高 如果我們從這個視角看 它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的Clone 選起來 讓它往下一點 這樣子就剛好對照 鬧鐘的中間 然後你還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 或者是你再進來 感覺字有點大 字全選 然後我再一起調整 字的大小 再回來 再 微調 然後再來 最後就是把這個文字 往內拉 讓它貼 貼到這個中的面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數字就出來了 好 去看看 好 我們做上面那個鐘 這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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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怎麼做 我們用布 一樣 我用圓柱 我就把它拉上來 不要看得到 圓柱 然後 切腳就 側面切腳就不要了 我要讓它有弧度 弧度 CAP 然後Flat 然後 這個點 它就有弧度了 然後如果你覺得它硬 太硬的話 增加它的接速 它就軟一點 這樣子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鐘如果是這麼大的話 對到這裡應該差不多 不要輕易的去移動你的X軸 移動你的 對 不要輕易 盡量先讓它在中間 我們做東西盡量先讓它在中間 就好 我這個只是為了要對一下大小 這樣子 好 差不多 再大一點 好 接著 這個就是我的鐘 然後我要切削它 我要用布爾去切削它 第一個我要先切掉它的下半部 這樣子我會有上半部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我要 我要挖它的裡面 這樣子讓它裡面有凹陷 這樣子 什麼叫裡面有凹陷 我先一步一步做 我們先創一個Cube就好 然後Cube 我這個Cube就是用來切它的 然後我以它為中心點創一個布爾 扛鑽住 過 好 然後把它們兩個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 好 這個外型已經有了 但是它裡面沒有凹陷 裡面沒有凹陷 怎麼辦 我們再複製一個這個 我先把它藏起來給你看 我複製了這個 然後我把它小小一點 把它小小一點 往下一點 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側面看的話 這一個就是藏在它裡面 然後它比它小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我如果切削完之後 是不是就只剩下 這個外面這個 然後裡面就空掉了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然後接著 因為我等於 剛剛是不是說過 一次要切兩個東西的話 裡面怎麼辦 再多一個布爾 所以我再多一個布爾 我選Cube 然後Ctrl按住 創一個布爾 然後把它丟進這個布爾裡面 在這裡 再把這一個 丟進這個布爾裡面 然後這一個布爾 我們選什麼 然後 合併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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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形狀就把它切掉了 然後它又切掉一半 然後又有凹 凹進去 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鐘就做出來 到時候我們對過來的話 大小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這個鐘 除了這個鐘以外 它還有這個 這個 一根這個 然後上面有這個 圓圓的這樣子 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跟布爾 都沒關係了 我們就是直接創形狀 再創一個圓柱 縮小一點 對過來就好 這個就是 跟拼積木一樣 我就這樣子 放上去就好 然後上面有一個圓 然後就創一個圓 Ctrl按住 以圓柱為軸心 創一個圓 縮小 往上移 就這樣 這樣就好 所以這樣子這一組 就是我 其中一邊的鬧鐘 那我要複製一個怎麼辦 我們用 金色 Symmetry Symmetry 現在我直接誰都沒有按 我直接讓它在臨頂的位置 可是我再稍微往上拉一點就好 就到這裡就好 然後我把他們丟進去 再把他們丟進去囉 然後再把他們往兩邊移 好 是不是 Symmetry下面只有 第一個物件有作用 所以我必須把他們全部都群組起來 齁 那 群組的話 你也可以用快速鍵啦 Auto加G 就群組了 他就直接創一個空物件 然後把他們全部丟進空物件裡面 這樣子 Auto加G 所以我現在 就進這了 這個時候 我再稍微 挪動一下 這樣子這個小鈴鐺 就做出來了 就是這樣 好 表令了